首款原计划皮肤相信各位并不陌生 来自于2014年上线的合金装备亚索 虽然在次年大系列上线并重命名之后 该皮肤成为了风铃火山阴雷的一份子 让不少玩家误以为 他们都是初代皮肤 但其实本质上并不是 这也是拳头早期的皮肤战略 先出一款试试手 觉得有搞头就接着出大系列 而新手拉克斯也是与之类似 在2015年上线的马猴烧酒 已经推出练机身我光的首选皮肤 拳头也是趁热打体 第二年就更新了大系列 博服也很灵性 遵从系列原命名 将魔法少女更改为新之守护者 虽然亚索和我光都属于初代试验的 但拳头对自己亲女儿的待遇 亚索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我光在宣传片里是妥妥的C位 而亚索不知道被遗忘在了那个减落 泳池派对 吉格斯 该系列的首款皮肤 也是为数不多的非限定 上线于2012年 从原画里的其他几位英雄便能看出 拳头是有意将泳池派对做成系列 但过去了12年的时间 除了雷欧娜在次年上线了眼妆 其余英雄至今都没有推出该系列皮肤 不得不说 拳头是会画饼的 神拳 李青 可能有很多玩家不知道 他才是预见传说系列的首款皮肤 神拳上线于2017年的3月 而预见传说要晚了小半年 从客户端的皮肤详情里能看到 李青隶属于同世界观的另一大门牌 虽然从视觉层面上来看 神拳和武神才是一家 和预见传说没啥关系 但是皮肤分类里明确标注了 它们都是相同系列 这和博服的翻译有很大关系 要是采用原版的不小之旅 而不是预见传说的话 或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你说是吧 泽利 TPA暗杀星 第一代S赛冠军皮肤 上线于2013年6月 属于台北暗杀星战队 他们在S20 以黑马之姿暴冷夺冠 虽然不是LPL赛区的队伍 但却是唯一的全华班S赛冠军 而S2全球总决赛 也是首届英雄联盟世界级的官方赛事 拳头在参考许久后 终于开创了 为冠军队伍制作皮肤的先河 至于SE冠军的FNC皮肤 是拳头在2014年补发的 小枝的血量 肠头在一刀的 肠头在一刀的 肠头在一刀的肠头